大家好,我是路克斯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最实事单元 很高兴我们又邀请到元大投信 美元指数政二基金经理人黄一璇来到现场 一璇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大家有发现吗 经理人新市场的股汇市其实波动非常的加剧 但是一璇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美元指数跟这个新新市场之间 到底有什么微妙的关系 好,那其实新市场我们可以发现 以过去的历史来看 新新市场有大幅度下跌的时候 其实美元指数都是上涨的 所以其实美元指数跟新市场中间的关系 是呈现不相关 所以如果投资人有新市场的这个部位 是可以透过一些美元指数的部位 来作为一个替代性的一个避险 除了新新市场以外 其实我们可以发现 今年还是有很多市场频频创新高 例如美国股市 但是建议投资人还是要做个居高思维 一群啊,那针对这个部分的话 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那我们这边可以发现 就是说其实美元指数是避险性资产中的一个占有一席之地 那许多人会把美元指数看成是一个避险性的一个货币 那我们从这张图表我们可以发现 当美国有大幅度下跌的时候 其实美元指数它都是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 那其实这个上涨几率有高达到八成之多 所以呢投资人可以透过这个美元指数来 作为这个股市下跌的一个避险性的一个资产 来做成一个配置是非常适合的 哦,原来美元指数还可以成为资金的避风港啊 是的 那它还有其他不错的策略吗 可以介绍一下给我们观众朋友吗 其实呢在市场上各大金融机构常常在使用一个策略哦 那叫做动能投资法 什么是动能投资法呢 其实动能投资法它的概念非常简单哦 它是买赢家卖输家的概念 所以呢当过去一段时间你的标的上涨的时候呢 我就下个月呢就做多 那如果过去一段时间是下跌的时候呢 我就来放空这个部位哦 所以这是买赢家卖输家的概念 所以这所谓的市场上称为叫动能投资法 诶,那这个动能投资法怎么运用在美元指数上呢 其实投资人可以透过这个美元指数的价格哦 当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是上涨的时候呢 就可以买进美元指数正向的产品哦 当过去一段时间下跌的时候呢 就买进美元指数反向的产品 透过这样的一个运用是非常容易了解的 哇,相信投资朋友 对这个动能投资法还想了解更多 买赢啊,那我们再跟投资朋友来简单说明一下一个例子 让大家更了解一下吧 我们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哦 当我们去年发起美元指数以来哦 三月份以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从去年三月到现在我们做一个模拟绩效的一个显现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到说 如果去年到现在这个累计报酬有高达到9个%哦 月胜率有高达到7成哦 所以呢,投资人不妨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动能投资法的一个方式 就是来交易这个外汇ETF或者是美元指数ETF都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哦 听了美元指数这么多好处 那市面上这么多的产品 一旋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要投资什么样的美元指数的产品呢 其实呢,看好美元指数的一个行情的一个表现的投资人 可以买我们的元大美元指数跟元大美元指数正二的产品哦 那如果看外的投资人呢 可以买元大美元指数反向的产品 这都是投资人可以运用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相信今天节目之后 大家对美元指数有更深切的了解了 是的 也谢谢一元今天 为我们精辟的解释和说明 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记得帮我们按个赞 分享 或是订阅 那如果想想的话 有个小铃铛也记得帮我们打开 才能收到最新的节目讯息 谢谢今天的收看 我们期待下次再相会 拜拜 拜拜 拜拜